我們年輕的時候都曾經渴望置入 很多時候都不明白 究竟兩代之間少了些甚麼 比利加的味道 全新環保特醇妝 雅姐請計堂 五點三十四分時間 又是時候開始封火台 今天和大家下去美國 看看中期選舉的結果 無論是金融市場和很多政界人士 都很留意著美國的中期選舉 現在的結果已經塵埃落定 不如先和大家看看選舉的結果 在眾議院房屋方面 改選的四百三十五席中 其實共和黨奪得過半數大多數 一起看看圖表 共和黨是有拿到二百三十九個議席 民主黨方面 拿到一百八十五席 在共和黨方面 就是拿到過半數議席 可以控制到眾議院 再看參議院方面 參議院要改選的 在三十七個議席中 其實共和黨當然不能像民主黨一樣 奪得過半數 民主黨其實只是現在為止 僅僅是過半數可以控制參議院 很多人都說民主黨在參議院這一戰 都是僅僅可以贏到的 其實今天出來的選舉結果 究竟對美國的政治生態 會不會有一個重新的訴訟 另外就是在共和黨 重新奪得眾議院的控制權之後 究竟會不會對加拿大會有什麼影響 今天都會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下 不過先看回美國總統奧巴馬 今天下午也有回應到共和黨 拿到這個眾議院的過半數席 聽一下奧巴馬怎麼說 I had a chance to speak to the leaders of the House and the Senate and reached out to those who had both won and lost in both parties I told John Boehner and Mitch McConnell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them I thanked Nancy Pelosi and Harry Reid for their extraordinary leadership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What yesterday also told us is that no one party will be able to dictate where we go from here that we must find common ground in order to set in order to make progress on some uncommonly difficult challenges I'm not suggesting this will be easy I won't pretend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bridge every difference or solve every disagreement There's a reason we have two parties in this country and both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who have certain beliefs and certain principles that each feels cannot be compromised But what I think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expecting and what we owe them is to focus on those issues that affect their jobs their security and their future Obama said to s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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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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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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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and 都可以控制到這個眾議院 沒錯,其實那個結果共和黨能夠取得這個眾議院在意料之中 但是可能較為令到一些人覺得比較出錢以外 就是他可以拿到這麼多 因為他其實只需要拿多39席就夠了 但是他是拿多了這個39席之外 抓了他的20席 所以他多了60席 這個這麼大的一個勝算 是令到大家都要去解讀究竟發生什麼事 究竟選民的意料是什麼 反而就是說共和黨他贏了 大家意料之中 但是選民究竟他這樣的投票的行為 到底意味著什麼呢 這件事其實剛才你都講過 包括總統奧巴馬在內 都是需要細細地分析其中 選民投票的投票行為而表達出來的信息 我又要問陳宇敬你自己又怎樣看 我自己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去看這次美國的選舉 我覺得一個字 奧巴馬在兩年前好像給我們一個很清新的改變 Change 但是現在就到John Boehner 這個將會是眾議院的議事長 就會說奧巴馬都要改變 我相信其實這次我看到就是覺得選民原來是不滿的程度 和不滿的情緒 和能夠忍耐的能力是越來越低 其實由始至終都是一個字 都是我們加拿大人都會感覺到 就是經濟和錢 還有究竟總統他們要求一個政府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原來政府做事是太慢 還是其實政府基本上是無能 總之選民就是不滿 不要理他們是誰 在位那些我們就會拉他們下來 看看這個改變 又有沒有對整個經濟有幫助 我想問梁國帥 其實在剛才徐爾敬就說經濟的問題 其實經濟是否都是主導今次中期選舉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 其實今年開初的時候 奧巴馬在他自己心裏也知道 就是今年要搞經濟 但是問題就是經濟不同的配合 變了很多失業程度高到9.6% 以我們加州這一邊就更加高到12% 所以那個選民的不滿的情緒 剛才陳徐爾敬所說 是罹慢得很緊要 那個情況就是說 所以回答我剛才所提出的問題 究竟你怎麼解讀選民所發出的信息 當然你說作為共和黨 他就說你要去改變 又或者就是說 你一定要減低你的開支 減少政府的隔離口 對於奧巴馬來說 那他就說很可能說 很可能我們那個政府 我覺得是侵入了太多 市民那個資深戶裏面 但是如果你看回那些 exit poll 和其他的論議調查都好 現在基本上沒有人都可以關心說 怎樣搞不搞什麼非法移民的問題 怎樣治療 哪用優先 大部分的人 五十幾個百分之六十幾個百分之的人 都是覺得這個經濟是最首要的目標 其實經濟當然是很重要 知道奧巴馬在這兩年其實 都做了很多功夫在經濟上面 也有譬如在不同 又說要Bell out一些公司 也都希望透過很多方法 來創造多一些就業 但是似乎一些普羅的美國人 似乎就感受不到這件事 反而一些大企業或者大公司 就因爲這樣有些受惠 其實這個是否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你提出了一些財致命傷 基本上那些所謂的刺激經濟波動 那些人聽到 都拋頭幾多千億的話 七千多億八千億 接著又要去救市的方案 所謂救大銀行、救大企業、救車行 救完一間又一間 接著失業率遙遙無期 即是它的互惠率遙遙無期 所以這件事已經是致命傷 奧巴馬 如果你作為公平的人來說 你換了人行的政府 是不是有可能被銀行倒了就算了呢 或者被那些所謂的Pillar的工業 即是說最核心的工業 就由它倒了 行不行啊 他說不行的 但問題是誰敢去承擔那個大 會出來 未可遇見的後果 如果我們試想一下 如果奧巴馬不夠的話 現在經濟可能會拖下去 連鎖反應更差的話 這件事是兩者取其輕 所以他就選擇去救治 但問題是說 在市民裏面 這兩件事基本上是非常受歡迎的 很多選民裏面 他們心目中一聽到 為何要救大企業 為何要救大銀行 他們賺大錢 我仍然站在那裏 這件事對奧巴馬來說是很佔命傷 我相信很多美國人都很難去感受到 奧巴馬那些刺激經濟 對他們本身來說有甚麼受惠 或者根本都落不到去下面 其實我想問Andrea 其實你覺得現在 譬如共和黨已經可以重長眾議院 其實對於日後奧巴馬政府的施政 會不會那個阻力也會多了 我想阻力一定是多了 問題就是 在美國這個架構之下 其實都不是第一次發生 是上次發生 甚至在克林頓的第一屆都是這樣 但今次我覺得 以後難去執政 或者去實行一些奧巴馬的措施 就是因為 就像剛才兩國書說 是之前的贏面是這麼大 但我想說回一個很諷刺性 我覺得看到報紙今天大的標題 就是花了40億 在今次這個中期的選舉 那如果40億 真的是能夠等下去 能夠創造更多的就業 還是因為經過這麼多的廣告 能夠刺激美國經濟呢 我不是很清楚 但我覺得這個數目真的很大 就是這40億可能拿去刺激一下就業 不過說到這裏 也差不多是時候去廣告 廣告之後休息回來 繼續跟大家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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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